奇妙的人體器官,人的身體有著無數器官,不停運作,默默為身體作出不同作用的貢獻。 奇怪地,某些器官,例如心臟,由出生至生命結束時,每一秒都跳動著,以維持生命。 其他器官,如腎臟,當人們睡覺時,腎臟仍然繼續運作,否則,不會有人半夜睡覺中途有夜尿。以上說法,正確嗎? 人體器官,患有那些事由出生至生命結束時,都事不停運作,為何這種器官,不需要休息呢? 那麼,這些不停運作,又是如何維護?人們又要怎樣做,才可保持一個健康的器官呢? 心臟和腎臟的運作 心臟,心臟從胎而起,就開始跳檔,直到生命結束都不停地工作。 它是通過自主神經系統來調節,這意味著心臟能夠自動運作,不需要人的意識控制。 腎臟,腎臟確實在我們睡覺時繼續運作,它們主要的功能是過勞血液,排除廢物,並調節體內的水分和平衡電解質。 腎臟的運作是持續的,即使在睡眠期間,也在進行尿液的產生和排泄,不停運作的器官。 除了心臟和腎臟,患有其他一些器官和系統在整個生命過程中不停地工作,包括肺臟、肺部在整個生命過程中持續進行氣體交換,吸入氧氣並排出二氧化碳。 肝臟,肝臟有多種功能,包括代謝、解毒、儲存能量和合成蛋白質。 肝臟,這些功能是持續進行的。 長度,長度不停地進行食物的消化和養分的吸收,並推動食物殘渣排出體外。 為何這些器官不需要休息? 這些器官的細胞有不同的工作機制,能夠進行自我修復和更新。 比如,心臟,心機細胞具備高效的能量利用機制能夠連續工作而不疲勞。 腎臟和肝臟,這些器官有很強的再生能力。 能夠替換受損的細胞,保持功能的正常運作。 如何維護健康的器官,均衡飲食,攝取足夠的營養,有助於各個器官的正常運作。 特別是腐含纖維、維生素和礦物質的食物。 保持適度運動,運動可以促進心肺功能。 改善血液循環,並幫助消化和新陳代謝。 充分休息和睡眠,雖然器官不會停止工作。 但休息和睡眠有助於身體的整體修復和再生。 避免有害物質,例如吸煙,過量飲酒和濫用藥物會對器官造成損害。 定期體檢,及早發現潛在的健康問題,有助於及時治療和管理。 透過這些方式,人們可以幫助維持器官的健康,確保他們能夠長期有效地運作。 好了,這條片到此為止,下星期再見。 感謝你觀看此影片,如喜歡此影片,請免費訂閱,點讚,留言及傳閱,謝謝你。